为什么你做的干扁四季豆废油还不好吃 喜欢这道菜 就跟着我来做吧 咱们首先把四季豆清洗后 沥干水分再掰成段 清洗后一定要沥干水分 不然干扁的时候容易炸油 准备三块钱的肉 剁成肉末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再切一点姜酸末 一碗干辣椒 最好用水泡一下 再来一碗青红花椒 还有这道菜最重要的灵魂配料 一碗芽菜 最后咱们调个料汁 加点生抽 蚝油 白糖和鸡精调银 干扁四季豆的时候 建议用平底不粘锅 这样煸出来效果好 还能省不少油 现在把锅烧热后 倒少许的油就可以了 再撒上一点盐 方便入味 大概六成油温 改成中火把四季豆倒下去煸炒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随时翻动 大概七分钟左右 看到脾气这样的皱折就差不多了 干点虽然时间比油渣多了一点点 但是省了不少油 而且口感完全不差 令起锅烧热 四成油温左右 咱们把肉末倒下去煸炒 加点料酒去去腥 注意一定要把肉末煸炒到焦香 这样吃起来口感才更好 捞出肉末后 再把锅加热 中小火把青红花椒倒下去 炸出焦香味了 再把姜蒜末和干辣椒倒下去炒香后 倒进去最重要的配料 一云芽菜煸炒出香味 再把肉末和豆角倒下去转大火翻炒了一下 最后把料汁倒进去 快速翻炒十秒左右就可以起锅了 这道菜干香辣爽 简单易学 最后强调意义 有了芽菜的干辣椒鸡豆 才有了灵魂 我是南希 一来做饭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